今天有空趕快來做這個手把燈 然後我又把這個 整個燈做拆下來 然後這邊我有標線號 這樣子如果有興趣的車友要自己做應該會比較清楚 線號就是123456這樣子過來 然後手把燈這邊的燈號是從這裡1234線號 然後LED燈因為我換的這個LED燈它有正負極 所以呢這邊我剛剛有量一下正極在這邊負極在這邊 這樣子 那我要先用自己的方式來做接線 就是大家推薦在淘寶買的取電器 然後我是想說自己做這個接頭也比較便宜 然後線的部分呢 要接這裡的線 我是買 0.5平方四芯的 因為它來源我們來源是四條線 四芯 四芯 然後要接去手把燈這邊的線 我是買0.3平方三芯的線 因為只要用到三條線而已 所以就三芯的就好了這樣子 那就開始壓接 製作這個線 取電器大概取個15公分 左右就可以了 大概 15公分 然後 拖線 其實這條取電線應該也 可以不用這麼長吧 我是看 賣家都是賣15公分 所以我們就跟著做15公分 所以我們就跟著做15公分 然後 大概 這樣子 太久沒有用拖線前了 有點不習慣 那麼 順便呢 這個線路我們 感謝群組的18哥 它應該是我 認識的車友裡面第一個完成的吧 所以它在群組裡面有提供這個線路的 接法 順序 線號等等 那我是直接 取它的 它提供的資料再來做 自己 自己想法的做法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 母座這邊 就是來源是要接母的 然後這邊是接工的 這邊接工的 然後呢 壓接 壓接要有專用的壓接錢 這個 這個叫什麼端子 它要有專用的壓接錢 然後 它是這樣 把它固定 然後呢 把線穿進去 把線穿進去 這裡要有壓到線平 它最後面這邊 先夾一顆 壓 這樣 它 那 所以後面這邊是要壓到線平 它才不會容易掉 然後這一節是壓線這樣 那剛剛線就是直接吐掉了 卡在這邊弄不進去就是太長 然後像這樣是剛剛好 所以就是 然後剛剛 然後這裡呢有一點破皮 就是我用的太小 人家用後面那一格去壓接這樣 然後我編輯影片的時候會把我自己畫的有一點稍微改良看看 會不會比較清楚的圖放在影片這邊 先 因為現在 剛剛有大概試一下是可以放一張圖在影片的 位置 那到時候編輯的時候再看看 就是希望可以比較清楚一點 剛剛用這一格好像有一點小 所以我們推一格 來看 0.5 啊對啊 它這邊有 這邊有那個線 0.5 我這是0.5的線 0.5感覺又不是很緊 主要是這一個 這一個這裡有夾到線 然後這裡夾到線平 它像我會覺得說好像沒弄好就稍微再給它壓 一下 壓好就是這樣 好然後因為我是想要做模組畫 就是 這邊插來源 插著插著 然後這邊我再並接 然後手把燈的時候也是直接用插著這樣 就是線 線直接插 所以要再做兩條 就是要並連做那個插著的線 可能 有些人會覺得很麻煩 如果覺得很麻煩可能就是 買 買 或者是請廠商接好這樣子 也可以 比較健人健職 啊我是想說這個自己買零件 自己動手過 就是省錢也好 然後 都還 滿有趣的啦 太久沒做這個 以前 常常在做 然後 這邊呢 四條線進來 然後 這條黃線是要 它 這邊只有1234 然後這條黃線要接第五 所以要另外壓接 那 紅黑線就是電源的部分呢 就跟它一起 所以呢 等一下要壓接就是 紅黑 先處理紅黑把它並連 那我買這個是矽膠線 是有車友說怕太軟 不好穿線 那等一下做好下去 再研究怎麼穿線 喔還要做很多東西 還要做這個的模板 要挖洞 這個是模做的 這是要插這裡的 那變成說因為有兩條 那個黃線 在做的時候 在穿線的時候 穿那個 這個插品的時候 就要 不要搞錯了 那這邊我先不接 接頭是因為等一下可以 直接送電測試 那這邊 就沒問題 可以先接 要確定好 這條黃線是要取這裡的電 然後這裡的電是來源 這一條等於是控制電 所以不要搞錯這樣 所以以我的接線來講呢 12345就是 這裡的12345就是 黃綠 紅黑 黃綠 紅黑黃 這樣 我的接線的顏色是這樣 黃綠 紅黑黃 那為什麼會用黃綠 是它 來源端那邊是 紅黃 然後紅白 那因為我這邊沒白色就用 綠色線取代 然後是 紅 這邊好像是紅綠 但是因為它是電源 就直接用紅色 然後是黑色這樣 那這條區別 那這一個怎麼裝 這邊也有標 標 標線 12345 這樣 那這個打開呢 如果弄錯 還可以更改 感覺很方便 應該是這樣 這裡可以 這裡可以夾一下 這邊兩條線比較粗 有可能有一點卡住 然後可能看一下 這個 這裡有去 卡到這裡 就可以了 應該是那個深度 所以呢 還是要把它弄進去 然後這邊 因為卡住 這邊比較卡住 所以要調整一下 才能推得進去 好 這樣子就是 有並連出來 這個插頭 這個綠色線 沒弄到 拿掉 直接戳掉 製作這個線 比較繁著 這邊要直接並連齁 相同顏色弄一起 然後因為穿線的關係呢 這只是公的 頭比較小 就是母的頭比較大 那要穿線的話 就是小頭可能比較有穿 所以 接手把燈的線 我是打算兩頭 都是用這個公頭 然後座 這邊都是座 就是用母頭 這主要是線比較粗啦 如果都是買細線 就比較好用 那因為想說這邊負載側 可能 就是頭齁 頭就是把它弄出一點 分流出去 再轉小 這樣 沒有夾到線皮 也沒關係啦 就是 應該也不會去拉扯到它了 所以 還好 用壓接的 就是模組化這樣子以後 就是直接 接就 也不會有太多的 那個 接點 故障點 你接的地方 越多 故障點 就會多一個故障點出來 那你都整個壓接 直接對插 比較不會有問題 比較不會有問題 然後要注意的呢 就是 它這個線號 看一下 線號弄錯就比較麻煩 這個是 一二三 哦 就是 一在這邊 一是接黃色 二是接紅色 然後黑色是接四 第三孔是 空的 它裡面 因為這個看不到 裡面有凸一塊 一塊就是要卡這裡 所以就是要往下 這樣 我的接線的就是 黃 紅 黑這樣 一是黃 一 這個一就是它的五 就是這個五 控制線 然後黃色 黑色就是這裡的三跟四 感覺是這邊 卡住 太胖 沒有壓 沒有壓進去 剛剛研究了一下 這個 這邊 可能是壓接工具 也有一點影響 壓接完以後 它比較寬 然後它這個 這個口 就是 剛剛好 所以呢 要把它再 夾扁 把它壓扁一點 會 比較好穿一點點 然後現在這個是 又並連多一條線 感覺更粗 所以會不好 把它推進去 這算 技術活 可以塞進去就可以了 這個 把它推進去 會有 啪一聲 就是卡住了 應該停不到錄影 好 這樣子 就是這裡接這裡 然後這個就是 分出來要接 手把燈的 然後這裡是來源 好 然後就是做 手把這邊的 公接頭 這邊就比較單純了 就是只有三條線 然後要注意的就是 那個順序 一二四 一二四 第一條 是控制線 第二條是 火線 然後第三條是 D線 正負 好剛剛呢 這個線就是 真的是太胖 連這個單一條 還有就是我買這個 矽膠線 它本身外皮也比較 厚一點 所以會變成 比較胖 很難穿進去 那我穿進去以後呢 我先把它拿出來 這樣 這一條線呢 我是抓180公分 昨天量是175公分 然後剛剛又剪一條 是180公分 就是這一條 就是要接 這個線這邊 然後呢 線號 好 那這樣有沒有看到線 一二三四 就是黃 一黃 二紅 四黑 第三 第三孔位是沒有東西的 沒有線 就三條線 這樣子 三條線 好這個是燈泡 燈泡型的 如果是買 像我買這種燈泡型的 就是 可以把它換LED燈泡 但是呢 我這個LED燈泡 除了有正負極以外 就是 比較長 太長 所以一定要拆這個殼 下來換 那這個殼就是這兩個卡榫 把它推開 推開以後呢 然後 就是這裡 還有這裡 有一個卡榫 就把它推 就可以拿起來了 這樣是 比較好換燈泡 然後剛剛有兩 正幾是這邊 這邊 這邊正幾 那 這裡有正幾 這個上面有正負極 因為太長卡住 所以要把它少推一下 推進去 再裝回去就好了 那現在就是 就是 這樣 單獨控制都可以 單獨開燈 然後這個是 全開 全開以後就不能控制了 它原本也不行 全開就是強制 然後車門 目前 要到車上去測試 好 那目前這樣沒問題 好像拿到車上去試 也沒辦法 因為車上就是 插頭 所以剛剛送電測試沒問題 這個 這個母座 就把它接上去 也是 黃、綠、紅、黑 1、2、3、4 是黃、綠、紅、黑 1、2、3、4 它推進去就卡住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壓住 這樣就好了 這樣 這就是我做的取電線 這邊來源 然後這邊是接 這個燈座 閱讀燈座 然後這個接左右把手兩個 然後左右把手的線呢 就是這樣 也都 做好接頭 拉好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然後等一下拿到車上測試看看 好現在來車上測試 我現在 這個把它 插上去 去外面鎖門看看 好 鎖門它有 熄滅 然後解鎖 它有連動 這樣應該沒問題 然後還要怎麼測試 就是 關掉 還是這個要 通電 對 這個全車輛燈要通電 才會有動作 這樣 好這樣沒問題吧 應該 就等拉線 好先這樣 ~~~ 好 好 好的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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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